Hello朋友们,今天来给大家补上周没有开的秋一秋裤团 那这些呢都是从9月份开始我陆续选入的一些品 加上我身上这套,现在一共有26套 这里边有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像UBRASS啊 我的花甲这种口碑的品牌货 也有直接从工厂出来的 那今天这支视频除了给大家做推荐之外 也给大家直观的去对比一下 就看他们的面料啊,以及做工上的差异 这样你们也能看得出性价比 那次我是分三个品来给大家选的 一个是就比较适合初冬地区天气没有那么冷地方 那种薄款的秋一秋裤 还有就是适合特别冷的地方 像内蒙啊,新疆啊,以及东北地区 穿的那种加戎的保暖衣保暖裤 以及就保暖背心 这三个品类它的面料要求材质是不一样的 我就分别来给大家介绍 那先来说一下我身上穿的那种薄款 像这几款呢,全部都是薄款的秋一秋裤 你看它们的面料摸起来都是很薄很柔软的 但是因为面料的成分不一样 它们穿起来的保暖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无论薄款还是厚款 就面料的保暖程度主要还是取决于里边氢轮的含量 像这个德国的多容 还有日本三菱的这个美亚币都是属于氢轮 像一般品牌做的啊 它都会把氢轮含量调到50%以上 就经过试穿也是 氢轮含量能在50%以上 它的保暖度才算是能感觉真的存在的 像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氢轮 它就是只有20%多 它这个弹性啊就撑得很大之后 你看贴在身上就感觉像一层丝袜一样 就很透 就完全没有保暖度 穿跟没穿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当然氢轮也不是越高越好 因为太高了 它会影响这个面料的透气性 所以一般保款呢 它会混放一些 比如莫戴尔啊 或者可再生纤维 就让这个衣服又保暖 然后又有这种透气的感觉 同时还会加一些氢轮 让这个衣服更加有弹性 像这一套是优伯拉做的 那个保款的皮肤仪 氢轮成分也是在50%以上 这个是60亿的含量 然后加的是27的莫戴尔 这个氢轮成分也就只有20%多 所以这一套 你看虽然面料手感摸起来都是比较软的 但是它要比它便宜很多 64的氢轮 那这一套是48 也将近50 这一套是53 所以在这里边像这种 氢轮成分太低的 咱们就不穿了 那在保证保暖度的情况下 我们再对比肤感 像这几套 你看它的里面跟外面 都是一样的材质 就是都是摸起来软软的 好像很舒服 很亲肤 但是这一套 在我试穿的时候 感觉它的外面非常的软 但是从里面的这个面料来讲 它是有一种 拉拉巴巴的感觉 所以这个 在我试穿一次就淘汰了 再接下来我们对比做工 像这一套里边的缝盒 就是有很多保款 QHQ都有这个问题 它里边缝盒是这种 有很明显的接线冷的 包括刚才淘汰的这个也是 你看 这种冷就是 在比如你穿着的时候 皮肤上就会个着很难受 尤其是腿 如果你要穿细腿裤的话 它腿两侧的位置 就晚上的时候 会有一个很明显的 个出来的印子 这种 那这一套也是的 就是拼接非常的明显 就面料再舒服 在这个拼接的地方 也会很难受的 现在非常好的拼接方式 都是这种的 它是无痕的 里面也是看不到 这种杂线的 这一套也是 你看 像我身上穿的这架也是 它的拼接线都是这种平纹的 Lubras的这款皮肤衣 我去年是有试穿过的 其实保暖度 还有它的这个里边做工 刚才你看都没有问题 但是它的性价比不高 它的一套下来要200多块钱 所以最终给大家定下来的 就是这一款 这个灰色的是男款的 然后我穿的这个是女款 都是50%以上的青轮成分 而且它里面混仿了这个年线 年线是棉质和木质纤维的一种魂房 就能增加这个面料的舒适性 你们看这个 它的面料的柔软度 就非常非常亲肤 而且弹性是很大的 就穿着没有说那种有束缚的感觉 弹性很大很大 像男款的这个 它是用的一个圆布领 女款的这个 它是做了一个封边 这个封边的弹性也是很大的 就无论你是怎么扯这个衣服 它这个领子都不会变形 最关键的还是性价比非常高 因为这个是工厂端出货的 我们这次开团 女款的这一套才89 你将这个皮肤衣单一件的价格 就要上100多块钱 男款更费布料一点 然后再加上它这个裤子 这块做工比较复杂 你们懂的 所以它这个价格是99块钱 反正也没有超100 真的就这个价格下 你去找这样的青轮含量 然后这样的做工品质 是很难找到的 所以如果你们有这个爸爸妈妈 需要去修裤的话 也可以给他们多备几套 是很舒服 性价比超级高的 那这个保暖度在0度左右 或者零下5度这个样子 这个保暖度都是够的 如果说再冷的话 就推荐大家可以再入一套 这个厚款的 那这种厚的保暖衣 在选的时候也同样是 先把保暖材质特别少的这种 我们就先淘汰掉 比如说像这个也是做了加绒 但是它清冷成分只有28% 厚了也其实不暖的 这种厚的保暖衣 它都是里外层两种成分配比的 就比如说这个 它里边用的是一个德容 然后外边是用的一个纯棉 像这种纯棉 因为它的料子就会相对硬一些 就手感上来说 没有那么柔软 这个确实是很柔软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 它里边没有棉 没有棉就会导致 这个衣服在外面穿着很暖 但是一走进屋子里边 你就会觉得它非常的闷 就很容易出汗排不出去 然后皮肤就会变油 所以像这种保暖衣 你也不能说一点棉没有 那试过了所有的之后 我就选中的是这一款 这一款里边 它是里面和外面 都是有棉的成分的 就是又有保暖度 然后又有这个稀湿性 就你在很热的房间 也不会觉得很难受 里外面它都是有这个保暖成分的 同时里面 它还是加入了5%的桑铲丝 就会让这个料子非常非常的柔 就特别的细腻 同时它的这个做工的车线啊 就是走的是非常密的那种 这样比一下就很明显了 它这个线砸的走的是非常非常密的 这款也是同样给大家从工厂里找的 所以价格是非常合适的 你们说到时候也会发现 就整件衣服它只有一个这样的水洗标 因为很多品牌都是找它们去做代工 然后直接在这个后边这个位置 印一个它们的品牌标 卖的就会很贵 那我们从工厂直接走的话 这个价格只有128一套 这么厚的一套保暖衣 然后今年的保暖笔芯 我是吸取了一下去年的经验 给大家选的是棉质成分更高的 没有选精卵成分更高的 因为我发现就是大家穿保暖笔芯 外面都会穿一层这种保暖的精卵成分相对高的 如果里边再穿精卵成分高的 有可能会出现闷热的情况 所以今年就给大家选的 这个是棉质成分比较高的 像它这里边其实也是有24%的精卵 但是它这个棉质会更高一些 它会更吸汗透气一些 去年也是卖了好几千件 就好评率也是达到99%以上的 唯独几个差评 就是说这个发错货的问题 因为它这个也是工厂端发货 去年它们是工厂第一次自己发货 就有一些发错单的发错颜色的 这个今年应该会捋顺一些 因为也是工厂的嘛 价格非常便宜 也是去年的付团价 其实这个原材料都是有涨的 但是今年那个价格跟去年 我们还是做一样的 这个单价是卖33块9 两款的那个是38块9 然后马二再减五 真的就是工厂端啊 是非常非常便宜的 就是价格很合适 今年他们还做了一个新的升级款 这款呢它是里边多加了一些 可再生纤维和桑碳刺的成分 就能让这个料子比去年的这个会更加软一点 如果你想穿软一点的 你就拍今年这个 今年那个也不贵 它的女士款的 这应该是39块9 然后也是有满二减五的这个活动 反正差的不多 你们就看自己的喜欢 不过这也有一个小问题啊 就是你洗完之后穿久了 这个旁边 因为它是无痕的 这个面料它是容易有点起这种小毛边 这个毛边 就是看着可能不是很整齐 但是它不影响舒适度 但是舒适度是很高的 包括它的缝线也是我刚才说的那种 无痕式缝线 你看 做工还是很好的 今年秋衣秋裤的测试分享 就是这些 还是那个事 就是因为现在各个工厂都有限电 如果万一延期发货了 也一定请大家见谅啊 然后今天测试的所有品 没有拆过包裹的全新的 也是在视频当中就抽奖送出了 今天就这样 就这样